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最近一款接着一款的游戏公册 不是卧龙就是凤厨 贬义池的那种 这些游戏就该伴着24号混凝土 去做蛋白质烧掉就算了 考得很多看上去就没得喷值得介绍的游戏 但其中还是有一款值得一品的快乐代表 就让我们来瞅瞅 猎人猎人HunterHunter 副标 正版社权 啊 又是熟悉的正版社权 原本是让玩家从各种盗版的拉机中 辨识增货 展现与众不同格调的标签 到后来越来越多的IP圈圈作品评出 导致直接变成了与艺人代言差不多的代名词 你知道的 甚至有些还直接把它做成了游戏名字 什么XXXX 正版授权 用来云木混珠 而实际上他根本也没有获得授权 就跟你常会听到什么XXXX 是我朋友 你知道我爸是谁 差不多一样的含糊 到最后他连电话都打烂了 哥爸欺夫还是没接 该挨揍的还是得挨揍 而这款游戏的开发商跟代理商 迪娜 跟他旗下的游戏品牌 梦宝谷 发行过无数IP改变游戏 其中也伴随过不少人的回忆 当然不论是好的或者坏的 而这间迪娜最大本事 就是专门找IP来改变 然后把近期热门的游戏玩法套上去 品质称之不齐 跟那间也是专门改变IP的中手游挺像的 而目前公司主要分成日本、中国两方 两者都有各自的主要负责人跟团队应用 主要的IP方面还是会透过日本方面接洽协助 而在中国方面则是由上海的中游网路 以及扑挖网路负责 而在台湾过去上下的游戏 大部分都是由中国方制作发行 曾经在台湾过去代理以及开发的游戏有 2012年CY Games开发的巴哈姆特之怒 2015年版的灌篮高手 2016年的妖精尾巴启程 这款看上去是不是很像某款怪物弹珠 同年暑假推出的 由日本FUJI & GUMIGAMS开发的 《杀戮魅影》 年底上架的《圣斗士星史》《银河之魂》 2017年代理同为FUJI & GUMIGAMS开发的 《为了谁的炼金术师》 2018年的《七大罪》《英雄集结》 年底的《死神》《斗魂解放》 2019年的《罪恶王冠》 同年暑假推出的《宝可梦大师》 这是这一系列介绍里面 唯一一款是由日方Dina负责的 毕竟它真的是款超大的IP 可不能让中国方乱搞 2020年《卷土重来》的IP 灌篮的高手Slam Dunk 下半年推出的 《英雄白书》Ban零丸 然后还有一款前阵子内特的《宿命回响》 但毕竟它还没有正式上架 美术看上去还行 但实际上还是有些问题 具体是好是坏 还是等上架后再说吧 以及本次的《猎人》改编手游 但只要看到画风跟UI界面 就知道它是妥妥的东国方制造 而上述介绍游戏 大部分在台已经宣告阵亡了 而平均寿命也非常的短 当然最大问题 肯定不是IP本身不行 那《猎人》过去其实也有一款手游 由台湾和米斯游戏代理 于2020年上架的《猎人》Hunter Hunter 这间公司过去在《星火之歌》介绍过了 本体是中国的苏州艾洛克 而那款猎人也在上架后隔年就停运了 至于为什么 去看画面跟内容就知道了 那本次的《猎人》我也只能说 内容玩法缝合的完整 割菜讨钱手法极其贪婪 我愿称你为真贪婪之岛 Green and Great Island 首先游戏不论在主界面 选单部分画面跟机制呈现上 都直接借鉴了很多款游戏 懂得一看就知道 不懂得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了 但别以为外观学的像 底子也会相同 包裹巧克力的答辩 终究还是一拖答辩了 我就不说这阳村的登录界面 跟整体UI的廉价感 其他道本游戏看的都只能直呼内行了 游戏在剧情方面 穿插了很多买来的动画素材 而看得出来有稍微认证的部分 就是在这个3D动画方面 虽然说建模不能说到很烂吧 毕竟只要有那款顶流的死神在 我相信未来也很难有谁可以超越 但该怪的地方还真是挺怪的 该出错的地方也不会让你失望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买来的动画资源有限 有些片段还直接给你静音 就已经是为数不多 能展卷剧情实力的地方了 还是直接给你省好省满 这种帮公司省成本的贴心员工 真的我哭死 但你也别指望反馈会有什么后续了 除了罐头回报会记录以外 到官服我想他都不会改了 只能说我在近期的游戏测试中 真正有做到还原IP动画这一块的 还是只有那黑色午夜草M 而游戏的广告跟玩法上 看似有个大地图可以让你玩 但实际上它不具有任何探索要素 以外没有任何怪物 你进到战略中还会需要切换场景 导致除了委托任务以外 毫无意义 就是个缝合幻皮MO外加幻皮卡牌的挂机放置游戏 这不免让我联想到那款诺雅之星跟云山之约 厂商想称称现在各种开放世界与自由探索的元素 学着做了但技术力不够或者经费不到位 所以没有做全 搞得要开放不开放要相停不相停 广告噱头十足实际玩法稀烂 但既然都说是幻皮MO了 这经典可自动巡路的快乐 谁用谁知道 但这快乐又跟后续的体验是他妈两回事 主线剧情跟推关卡是拆分的类型 所以当你遇到主线剧情卡关的时候 就必须去推关卡或者日常任务等 来练玩家的等级解锁 就是常见那种能卡你就卡你的等级门槛的常规操作 否则马上就会被玩家发现 其实只有极少量的剧情可体验 也不排除它是为了神版权整本来割韭菜 反正只要技术性的卡玩家 再放个未来内容近期期待 就能把玩家都赶去消耗体力的 站立养成内卷了 后续更新等赚到大钱再说了 而介绍到这边 其实就跟他广告标榜的大地图世界 没有办法关系了 仍旧是回归卡牌游戏常见的 选普通困难的玩法 也包含其他副本都是 选择进入开打 并且还有扫荡机制 那为何不做成一般那种有主大厅 然后养成的卡牌游戏就好 搞得花里胡哨好像有什么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再来的战斗玩法 又是经典快乐的自动模式 缝合了别人那套可换人的小队玩法 然后有其他角色辅助的机制 但既没有完善的QTE 设计的也非常的单调 而战斗手感也跟某金油技半斤八两 顶多就是多个廉价的大招动画 但人家还知道 动作游戏是不该放自动战斗来影响体验的 而美术与阳城方面 这界面我真的不知道该说是阳春还是简洁了 3D建模至少不封 看上去很正常 但也就只是正常水准 并谈不上多经验 而角色除了常规等级以外 有个熟悉的突破系统 除了额外提升战力以外 还会影响潜能系统 而当你突破越高 就能装越多的潜能 但这潜能不是靠一套去养成就好 它是可以不断进阶提升去刷取的 所以这个洞 一看就知道非常的深了 然后这个圆柱相当于武器 但它还融合了其他卡牌游戏常见的 升阶合成机制 除了恶心人以外 并没有任何优点 再来就是个碎片觉醒机制了 这种已经看到我都不想吐槽了 一个阶段拆分成六项去完成 才能升到下一个阶段 我只能说去抽吧 大量碎片在等着你 而且这个绝景设计也是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加百分比伤害 连改革文案都省了 反正久久只在乎战力提升多少 能不能爽 能不能把别人压在地上 最好之后还能卖号赚回来 提升方式越直觉 越有效 越是深得九星 毕竟如果剧情有深度 还要搞搭配跟手法 又不能课金爆打别人 享受优越的游戏 其实它就等于修现里面常看到的存域系统 分拆很多部分 而获取来源就是PVP競技场 厂商很巧妙的把玩家导到仇恨对决里面 让用户如果打不赢 就会想用课金来解决 而课金方面 首先一如既往 厂商永远可以想出比游戏玩法更创新的点子 这0元购 看看说明是什么 0元购买送三星小节 三天后返还400彩金 而你要获取彩金是不需要储值的 但厂商非常的贴心 这最低400彩金的获取门槛 需要203元 所以当你买下去以后 看上去你好像是免费了 但实际上你还是消费了 然后人又存在一种很巧妙的心态作祟 反正我都花了一点了 那再买其他的好像也还好 也不会比200元购到哪里去 而当你内心这道门被打开以后 后面就会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于是其他看起来便宜的礼包或者手足等 就会在无形间被带动销售量 而当你突然醒过来 早就落下了厂商布置的课金陷阱 蛇不下站立 割不下头颅 陷入无法自拔的课金回圈 厂商总是可以很好的把握消费者心理学 就像你在卖场常看见什么 买一送一买二送一 满额镇满额购等 食品有科技与很活 商品有包装与停销 最终都还是单纯的套牙行为罢了 再来看看这个超卡吧 分课金词跟一般词 但这边我是能理解 很多日游也都这样 但小包第90抽 大包得要270抽 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妙了 而抽到的角色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各种碎片机制 而这样的品质 10抽还敢卖你近1000元 我看以后谁还敢说垃圾不能变黄金 然后不得不提这游戏的逆天活动主轴 课金 又是那种塞满课金当活动的套路啊 来看看有些什么吧 处置回馈 成长基金 双档位月卡 每月限购礼包 双档位通行证 豪华期礼包 招募礼包 零元购 限时特训礼包等 要赚钱 我能理解 但筛路这么多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而里面除了零体力跟登陆迁道 是唯一的活动以外 没了 是不是跟那些幻皮MO或者幻皮卡骸有87%了 我也可以保证 未来一定会有更多的充值反例来当活动 你的任何一分钱 除了被当成广告来诱骗更多人以外 对内容实际产出没有任何办法的关系 只能说到2023年了 这些又课金当活动的游戏 不只层出不穷 甚至还一堆人买单买得很开心 但用户以为自己玩的是猎人 殊不知厂商才是真猎人 用户不过只是他们眼中的韭菜猎物罢了 结论 换皮物理 换皮暗 换皮安下 换皮仙 换皮仙人 搞换皮 靠哥韭菜 赚大钱 不论你喜不喜欢这款IP 我都强烈极度的不推荐你浪费任何时间与金钱 在这间公司的任何游戏上面 尤其是中国方面出产的 但我并不是要说中国制作游戏不好 而是这间公司中国方做的游戏 真的都很糟 如果你作为真爱粉 其实你有很多支持的方式 但投入给这间公司 显然是最蠢的那一种 尤其这款一看就知道 纯纯是以IP为导向来吸粉圈钱 但内容做的一塌糊涂毫无卖点的作品 完全没有一玩的必要 你要玩的话 未来还多的呢 触个这款肯定还有下一款 我也相信这款倒掉的速度 会比库拉比卡下船来得早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不久的将来 那看似令人感动不已 不忍分别的罐头公告 又会再次上演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Finder 我们下次见 掰掰